全能狗S 全能狗S 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受益师杨静宇 我想今天我看到一则新闻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 可能也会有在这个 电视的频道上 有看到这样子的新闻 那我简单的呢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 今天的报纸 他有披露 就是说 美国有一名男子 他的名字叫Joe Tippins 那我们简称为Joe好了 他呢 他在2016年的时候 他诊断出来 他有罹患了一个 小细胞的肺癌 就是Small Cell Lung Cancer 他并不是那种 我们一般说很饿的那种 很这个很难处理的肺腺癌 但是也是肺部肿瘤的一种 结果在2017年医院呢 他更被发现 这个癌细胞啊 他跑遍了全身 那经过的这个 症子断层造影的 这样子一个结果显示 哇整个就是身体里面 造出来的这个影像学 在那边判断出来就哇就像那种圣诞树一样叮叮当当 就是呃非常分布非常的广 那在这个同时呢 他就接受了一个 呃美国的某这个 这个肿瘤医学的研究中心的一个 有关于实验的治疗的这个 一个一个疗程 但是呢 他有一个朋友啊 就是他私下呢 一位受医师 就给了他一种药物 那这个服药的方式 就一个礼拜连续吃三天 然后休息四天 好结果 结果三个月之后呢 他不但病情没有恶化 结果呢 发现原来蔓延全身的肿瘤细胞 竟然都不见了 因为这点是非常非常好奇的 就是说在美国的太阳报的报道说 这Joe啊 他这个受医师给他的这个偏方 服用的是一个 这个Fembendazole 其实这个这个这个药物呢 我们称之为甲本米错 这我们称之为这个Fembendazole 那这个药物呢 其实在我们受医师来讲 临床受医来讲 这是很常用的一个狗狗的 内寄生虫的一个蛆虫药 而且是一个非常历史 非常悠久的 已经用了很久的一种 这个肚子的蛆虫药 现在几乎大家都不太用了 那受医师呢 他发现说 科学家他们发现说 这种成分的这种蛆虫药 它对抗老鼠的很多的肿瘤 都具有抑制的效果 所以呢 这个Joe呢 他就干脆就拿来吃了 结果这样子一边进行 这样子美国的这个 肿瘤癌症中心的疗法 又配合了偷偷吃 这样子的药物 那其在这个肿瘤过程 这个计划里面 这医生都不知道 完全都不知道 结果呢 五个月之后 他活得好好的 而且并且呢 在做这个中子的扫描之后呢 他发现身上的 竟然没有任何一些 白点黑点这些 像圣诞树 这样子的一个肿瘤细胞 完全没有了 他真的是傻眼 所以说呢 他非常的奇怪 这个时候 他告诉了医师说 我偷偷吃了 这样子的一个 狗狗动物专用的 蛆虫药 但是呢 这个医生呢 特别跟他讲 就是说 他是做了最 所以虽然他这样子吃 这样子药 吃了这样一段时间 虽然都没有了 结果最后在去年 二年 一八年的一月份 他就又做了最后一次的扫描 结果这个医学中心的医生告诉他 你不用再来了啦 因为你身上都找不到了 几乎都没看到了 所以这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报道上也说 他这个药物呢 是这个会让这个癌细胞 可能会终止他的有私分裂 或是一些这个 断绝他营养的摄取 所以呢 让癌细胞自己饿死 杀死他们 不过 但是各位听众朋友 目前呢 没有正式的这种治疗癌症的 这样子的实验跟研究报告 可以说这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所以呢 我们就当做一则新闻来听听 有这件事情 我引申了我自己感觉到了 就是说 不管罹患什么样的疾病 我们还在听从我们医师的指示 跟我们的一个 整个治疗计划 不管是狗狗或猫猫 其实呢 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方式 还是比较正面的 另外一点呢 让我感受到就是说 这个生命的韧性 跟这个生命的张力 它真是令人赞叹 所以呢 我们不管是人也好 或是我们的动物也好 其实我们都很努力的 爱惜我们自己的生命 碰到的问题呢 一定要努力的去克服 或是碰到的疾病 千万不要去闪躲它 其实呢 往往会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一些治疗的效果 我们正面来引战 正面来面对 不管是人或动物的疾病 其实这才是一个最正确的 一个人生的观念 好 那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再就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这是由Celine Dion所唱的 To Love You More 好 待会就把你介绍进来了 跟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他们有没有跟你讲说 为什么叫印这么大 应该是这样比较好看吧 嗯 对 他们很体谅我 哈哈哈哈 不会呢 嗯 这样可以一目了然 对眼睛 我体谅是要直接就这样讲吗 还是要一直讲 没有没有 我会带你 我会带你 然后就 大概也是不会拖你这样 这样子的 为什么那么多留言 谁 你认识周艳成吗 不认识 啊 不认识 他这边有问到 待会我们再来广告的时候 再来回答周千的 他就说 夏天照顾老孩子不容易我 那个失诊要怎么处理 好 嗯 失诊然后你 你牙医师 你牙医师 没有没有 问你嘛 我当然问来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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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I don't want to love you I don't want to love you I don't want to be I don't want to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I don't want to love you 在这首好听的Celine Dion所唱的 To Love You More 多爱你一些 这有个非常好听的歌曲 回来之后 接着我最近看到一则报道 您知道台北市有对老只狗狗 对老只猫猫吗 依照东宝处长所表示的 台北市目前狗大概是18万只左右 猫咪大概是8万5千只 所以猫的成长数量 依照农委会统计数字 成长了143%这么多 所以显然可见猫咪 现在对于我们日常生活 尤其是我们毛爸毛妈们 猫咪饲养的数量也好 或者家庭也好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晓得在猫咪或狗狗来讲 有一种疾病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有时候突然发生了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一些症状 或者你不晓得该怎么处理 那就是癫痫 就是癫痫 癫痫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症状 而且可能有很多的疾病 会导致于癫痫 当然相对于跟狗跟猫来比较的话 狗狗发生的频率跟机会相当大 比猫来多了很多 可是因为癫痫在猫来讲 我们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 往往会 就说有些会放弃也好 或者在治疗上面 就找不到一个方针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 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学妹 她毕业于台大兽医系 然后也在台大兽医临床研究所 取得了硕士学位 目前是维康动物医院 一般外科与神经科的医师 就是我们的陈湘如陈医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陈湘如 OK 陈医师 我想你在这个学校 你也研究所的时候 就是跟我们的神经科的老师 一起来做研究 那取得了这样子的一个学位 非常不容易 而且经验也非常多 对不对 在学校的时候 就在跟着老师在旁边在看证 然后最后自己也在担任一个组织医师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这个癫痫 在这个猫在常见 那它大概有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主人说 它前一天都好好的 什么都正常 怎么今天突然开始 在地上抽搐也好 或这样子 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癫痫发作的原因 在猫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癫痫的话 其实还是分成三大类为主啦 那第一类的话 其实我们会称它是反应性癫痫 就是主要是 它其实是身体里面是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内科的问题 那最常见的原因其实是 比如说像是有糖尿病的猫咪 它们有在施打胰岛素的时候 比如说剂量有过量 它造成它可能出现低血糖的状况 那这其实也算是比较常见的反应性癫痫的原因 这样子 那再来其他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像是肝脑症 就是我们的肝脏里面的血管长得不是那么正常 造成一些废物上面的累积 那可能也会引发癫痫 造成一些毒素影响到身体 那可能这两者是在反应性癫痫里面比较常见的 那其他比如说像是一些肾脏的疾病 造成离子的不平衡 那这些也都是还蛮常见的反应性癫痫的症状 那所以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之后 可能在做一些血剪上面都可以比较容易去排除的 这个看出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的方法 所以也就是说在猫咪它发生癫痫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反应性 也就是说是因为其他因素所造成的 他的身体产生这种癫痫的症状 应该说他就不是脑部里面的问题 可能是身体里其他比如说脏器肝脏或者肾脏 或者是因为血糖什么的 造成他有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癫痫样的症状 那可能我们治疗完这些问题之后 他的癫痫就会很好的控制 就自然就控制得很好 对甚至是他们以后未来不一定会需要吃抗癫痫药 那这个是第一大类 是就所以反应性的癫痫 那第二大类呢 第二大类的话可能我们会说 它是激发性的癫痫 可能就是通常是以颅内问题为主 比如说比较年老的猫咪 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看到 它可能有脑部的肿瘤 那猫咪其实当然还是有一些 好发的脑部的肿瘤 比如说像脑膜瘤算是猫咪 最常见的肿瘤之一 那其他像是淋巴瘤 也是蛮容易出现在毛毛身上的 那这两大类的肿瘤是比较常见 就是脑膜方面的肿瘤 跟这个淋巴瘤 的确是 那当然脑膜瘤跟淋巴瘤 它们的好发年龄又不太一样 就是脑膜瘤的好发年龄 通常比较老一些些 可能八岁以上的猫咪 可能比较容易出现 那如果说是像是淋巴癌的话 它们可能会比较早期 然后它们的发生症状的速度 会比脑膜瘤要来得快 因为脑膜瘤它是一个 生长很慢的肿瘤 是 那激发性这样除了这个肿瘤之外 还有哪些原因会有可能是 这个激发性 那当然像是比较年轻的猫咪 我们最常见的其中一个原因 像是猫传染性附膜炎 也是还蛮常见出现 造成猫咪脑部发炎 然后进而引发癫痫的原因 那其他也有一些像是 比如说它们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 比如说维他命B1缺乏 它们会造成脑部里面 某些组织上面有些问题 那这个时候 它肯定会比较容易引发癫痫的发作 是 也就是说像这种是属于颅内的 就是说在脑里面发生的问题 这这样就算是一个激发性的这种 颠线发作的原因 也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从核磁共振上面 可能可以拍得到 它有问题的地方在哪里的 这种可能就比较像是激发性颠线 是OK 好 那我想说还有呢 你刚刚讲说有三种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就是我们讲的反应性的 另外一个激发性 那照我粗浅的医学观念 第三个应该是原发性的 的确是没错 那原发性的颠线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做了很多的检查 比如说我已经做了一般的鞋检 排除肝肾的问题 那我也做了内分泌检查 排除内分泌的问题 那甚至我已经去做了像是核磁共振 甚至去抽取它的脑机随意来看说 它脑机随意里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那如果是这些问题通通都排除掉了之后 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怀疑它是原发性的问题 那当然现在在研究上面 有一点点就是 比较不是那么准确的 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原发性颠线 有一些病因是我们还不知道的 那所以也有的人会把原发性颠线称为是 还就是不明 就是不明原因性的颠线 这样子 OK好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特别来宾 今天是维康动物医院的外科 以及神经科的医师 那我们进段广告之后呢 再来好好请教猫的癫痫方面的相关问题 欢迎回到98新闻台 全民Encor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维康动物医院 一般外科与神经科的医师 陈湘如陈医师 陈医师 刚刚你跟我们大家介绍的 有关于这个猫咪癫痫的 一个几个主要原因 有一个像这种反应性的 或是激发性跟原发性 接下来我会有两个问题 这样请问 就是说 好我们要了解了这个发病的原因 那我们听众朋友 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他发病的这种症状 比方说像癫痫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 可能他养的宝贝 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有怎么样的一些这种 这种临床症状 可以提醒大家多注意的 那我们一般典型的癫痫 他其实最常发生的时间 还是在睡觉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他的癫痫的一个预值 其实是比较低的 他们其实会比较容易发生 发作这件事 如果他有问题 你说动物在睡觉的时候 动物在睡觉的时候 所以我们通常也会建议说 A4主要观察一下 他发作的时候 通常处在什么样子的状态 是在活动中呢 还是是说他是刚睡醒 或是正在睡觉的时候 那也有的人 他们是在发作前 会有一些些特殊的症状 因为我们癫痫 其实还是可以分成 发作前期 然后发作的中间 那个抽筋的当下 还有发作后期 这几个阶段 那前期的话 有一些动物他们 不管是狗狗或猫猫 他们可能都会出现一些 类似于就是你会觉得 他会比较紧张 或者是有的人 会变得比较粘人 甚至说 有点不安这样子 那他们有可能会在路上 就是走来走去 然后好像跟他平常的习惯 就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过一阵子可能就是 像猫咪他们有一些 在癫痫前期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像是脸部的 嘴部的舔动的动作 就他可能会一直 有一些在舔的动作 那脸会有一点点 要开始抽的样子 那之后才进入到 大发作的阶段 那大发作典型的话 就是我们会看到 他整个人突然倒下来 然后头会往后仰 然后四肢会僵直 那有的人会只有僵直 有的人会伴随 滑水的动作 那他通常会是一个 节律性的样子 那中间这个抽筋的过程 大概是 一到三分钟不等啦 那如果超过 三到五分钟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叫做癫痫虫肌的状态 就是他是一个 很严重的发作 那如果说他在一分钟以内 就结束了 那癫痫完的病患呢 他其实也会看起来比较累 或者有的人 他们就会突然食欲大增 就跑去吃东西 或者是说他可能也还是会出现 一些漫无目的 走路的状况 那也有的病患 他会出现像是短暂性的失明 或者是走路看起来歪斜的 也就是你叫他完全没反应 对不对 在癫痫 就是典型癫痫在抽筋的当下 通常是失去意识的 所以通常会你叫他 他是没有反应的 OK 好 那我想这样子 我们可以从前期 他开始有不安 甚至于有一些 跟异常 异于平常的一些动作 然后到突然间的这样倒下来 然后滑水啊 可能在 在嘴巴咬东西啊 甚至于有一些 这种唾液的分泌 然后再过来的话 就是恢复起 那我想请问 陈医师另外一个问题 从这一次到下一次 他会频率有多密集吗 这个当然就不一定要看 动物他的 本身癫痫的病因是什么 但是这就有关系 于我们什么时候 要介入治疗这件事情 那因为就是我们 其实一般建议的 治疗的一些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有发现 癫痫冲击的状况 就是他的抽筋的时间 大于五分钟的话 那个其实是一个 很严重的发作 我们就是要赶快介入治疗 或者是说 我们在24小时之内 看到两次以上的 癫痫发作 那这种我也会建议 就是介入治疗 的确是 那在一个 另外一个时间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发作频率 小于两三个月一次的话 我们可能会建议 就还是要介入治疗 因为你的癫痫频率越多 它其实是有可能 会越来越难控制的 所以通常这样的病患 我们都会建议 还是又符合 刚刚我讲那三个的 其中一个都会建议 要开始使用抗癫痫 要控制会比较好 OK 还有我觉得问题很多 我等于是帮听众朋友问 就是说 那因为毕竟在台北市 狗狗的数量 还是大于猫咪 那狗狗发作的原因 跟它的症状 是不是跟猫也是 大同小异 主要是狗狗发作的 分类上面 其实也大概是 以那三种为主 那只是说 狗狗它们很多时候 它们的发作 很常是原发性电线 不过原发性电线 它有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说它在发作跟发作之间 它都要是完全正常的狗狗 包括神经学检查 血医学检查 这些通通都要是没有问题的 才能说它是原发性电线 那控制上面大概就是 也都是依照频率上面来建议它 是不是要介入治疗这样子 OK 好 今天我们这样子 稍微把这个癫痫发作的原因 以及它的临床症状 我们像如医师呢 也跟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 那我想再来就是说 在如何来诊断 因为刚也粗略的提到一些 比方说像神经学检查 或者影像学方面的一些检查 那在这个整个这个治疗 或是说在诊断方面 如何判断它到底是不是 有没有什么一些 我们四主也要做的 跟我们医生该做的一些 或该告知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先辨认 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电线的发作 所以我们在问诊的时候 会问得非常非常的仔细 包括它的就是发作在什么时候 那如果有些人 是在非常兴奋的时候发作 它是可能甚至是跟心脏有关的修课 它可能跟电线无关 那所以这个发作的时机很重要 那再来就是说 发作的时候它呈现出来的症状是什么 比如说是不是刚如同我刚讲的是典型的发作呢 还是是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会是一些不典型的发作 他可能没有失去意识 可是他可能会有 手部或者是脸部的一些抽动的状况 甚至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只有流口水 跟就是嘴巴舔动的这些动作 所以口狗有时候就会开始 吃牙裂嘴的样子 对不对 就是好像开始要发作的那种 所以这些就是描述的过程其实都蛮重要的 那其实与其是描述 我其实会非常建议四组可以考虑直接把它录成一个影片 那到时候给就是医师来看说 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电线的发作 那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我会建议脸部的部分一定要拍到 然后要观察意识这件事情就需要 四组会需要叫换一下动物的名字 那看他会不会看你啊 那再来就是也会需要拍全身 看一下全身这个抽动的状况 那其实我觉得光是一个影片就可以讲很多的事情 所以会比你描述一百句都要来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拍影片还蛮重要的 那除了这个四组该进到一个最基本的资料的收集 不管是用影像的方面的 或是说描述方面的 那再到动物医院来了之后呢 那在医院方面会做哪些方面的检查 其实最基本大概还是血医学检查会蛮建议要做的 就是比如说像是红白血球的数值 然后一般的基础的肝胜的功能项目 那蛮重要的是离子的部分可能也会需要确定 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离子的不平衡 比如说高钠低钠或者是高钙 低钙都有可能会引发点险的发作 那如果它是这些就是身体的问题 那我们可能把这些数值校正完之后 它的电线就可以稳定下来 而不需要去做到像是很进阶像是核磁共振这样子的检查 那在年轻的动物如果非常年轻发病 我们会建议有一些数字可能要排除 比如说像是肝脑症 那会建议要验胆脂酸或者是血胺的检查 这些我就还蛮建议年轻的动物可能要考虑做 那如果说像是比较年老的病患 可能就是一些内分泌的检查可能要排除掉 比如说有没有地甲状腺素症候群 或者是有肾上腺肌能抗净的问题 这些都会建议要把它排除掉 那刚刚你也特别提到 就是这个有关于病症发作的一些资料的收集 那如果说很不幸我们家养的猫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我们家真的有一只癫症的猫 那我平常该做哪一些方面的记录 就是说比方说像它吃的多少量 或者说还是说它的行为 或者说它发作的频率 发作的频率大概是蛮重要要记录的 可能就是最好可以把它发作的时间日期记录下来 那发作的时间持续多久 这些都可以记录 那当然如果说像是饮食上面 我们通常会建议是 我通常还是问食主说 它服用的食物是哪一种 当然如果是饲料 它的营养是非常均衡的 但如果说有一些食物是自制的 就会担心是说会不会有哪些维生素有缺乏 比如维生素B1的缺乏 就也有可能会导致他们出现一些神经的症状 这样子 所以癫症 我想说您每天在这个服务的这个医院里面 应该接触都是跟神经方面 因为毕竟算是一个神经专科医师了可以这样讲 所以来求诊的病患应该跟神经方面的一些这个症状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想说在你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医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什么case让你在癫症方面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case 当然是有蛮多的 那我有个病患 它是来的时候 它其实就过去已经有做过电脑断层的检查 那其实它那个影像上面 它其实就是等于是有一半边的脑部好像是没有生长出来 或者是说它那一半边是有一个很大的水脑 从外侧它压迫 所以它就是少了一半边的脑 几岁啊几岁啊 就很年轻 一两岁的病患这样子 可是它虽然少了一半边的脑 可是它其实新手的能力 还有就是对我们之间的互动 其实都还是非常的良好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动物就是非常的厉害这样子 所以它吃什么吃东西就跟你不做检查 你根本不晓得它脑部有缺险 对 哦那它为什么来求诊 它因为癫痫来求诊 因为癫痫 所以做了一些一连串的检查 发现它脑天生有这样子一个缺陷存在 对少了一个部分这样子 所以啊你说嘛 这个听众朋友 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讲的这个 那个Joey Tippins 他这个就说因为 他有一些这个小细胞的肺肿瘤 然后呢就是面对了这样子 做了很完整的一个治疗 然后也吃了一些狗狗的一个除冲药 所以所以我觉得生命真的是一个无限的延长 它真的是很难加以理解 一个脑一个脑的神经 已经做到脑部的结构上面就已经很大缺陷的猫咪 他能够这样的活活 好好的这样这么这么久 对啊 其实是真的还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OK好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问一下我们的陈医师说 癫痫有没有办法治疗 还有就是说 如果正在发作的时候 他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该怎么样来做紧急的处理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Encor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维抗动物医院一般外科与神经科的医师 陈湘如陈医师 现在呢 我们也开放我们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 02-8369-3398 各位听众朋友有关于今天我们讨论到的 癫痫方面的任何问题 或者其他动物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call in 进来 好 呃 陈医师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癫痫 往上发作好像似乎跟神经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他的治疗怎么样呢 就是说能够控制吗 有效的办法来把大家以来控制治疗吗 那当然是有一些药物可以来控制这个癫痫的 那一般其实会蛮建议是说 呃 猫咪可以使用的抗癫痫药可能会比狗狗要少一些些 嗯 可是还是有蛮多可以做选择 嗯 那一般比较常见的可能像是巴比陀类的抗癫痫药 是蛮常使用的 是 抗癫痫药 那我会建议是说因为呃 抗癫痫药的选择尽量还是是以单方为主的抗癫痫药 其实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就是可能对猫咪的负担来说会比较小 然后因为妇方有时候别的成分可能也会造成一些身体方面的负担 嗯 那所以单方上面可能效果会比较 呃就是单一 然后跟我们可以比较好去追踪它的效果怎么样 嗯 那像是巴比陀类的药物我们其实也会建议是可能服用两个礼拜左右 就会监测一下它的血中浓度 嗯 那看说它浓度会不会太低或是太高 嗯 那太低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癫痫的效果可能没效 是 那如果太高的话 可能对肝脏的副作用就会是蛮大的 嗯 所以就是服用两个礼拜我们大概就会需要抽一点血 然后来确定一下它浓度如何 嗯 也会看一下其他的素质 比如说呃 肝肾上面有没有受到影响 那也有一些呃 这种抗癫痫药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血球的生成上面有一些问题 所以通常红白血球还是一些建议要追踪 OK 这边就衍生到我正想问的问题啊 就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服用长期在服用电线药物因为要控制它的这个电线 那在这个检查所谓的肝肾也好或是红白血球也好 大概它是多久来检查一次 就是看它的功能 我们通常会建议是说当然初期再用可能时间会比较短 可能两个礼拜到一个月我们会监测一下它的肝肾的状况 嗯 那之后呢如果状况比较稳定 我们可能可以延长到两三个月以上再追踪一次就可以了 嗯 那甚至更稳定更稳定的病患 我们可能甚至半年一次 嗯 那通常这都还是是以就是癫痫控制稳定 还有它的年纪是比较小的 就以它的临床症状而定 的确是 嗯 好 那个陈医师刚刚你有提到一点就是要验这个Barbital类的 Phenobarbital类的这个血因浓度啊 这边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比方说它现在是服用的剂量是一个好客 好 就说能够控制的还不错 那需要调降它的剂量吗 或是说调升它的剂量 这个也就是说它口服药的剂量是否会随着它的临床症状或病情而加以调整呢 这个通常还是会的 因为我们会看一下血中浓度的范围是多少 那一般会建议可能在猫咪的浓度可能会比狗狗低一点点 有些人是说15到30 那也有的人会觉得是20到35都有可能 那我们会尽量让这个浓度是借在这之间 那通常也会看它的滇腺的频率来决定 那如果说它滇腺频率真的比较高 然后它的浓度其实是偏低 那我就会建议把浓度可能还是尽量跳高 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些这样 但最重要的事情其实还是要准时喂药这件事 就是12小时喂一次其实是最重要的 因为其实有可能有的施主会说 它都有喂 可是它其实没有非常准时的喂药 那有可能你晚两三个小时 它就有可能会出现发作的状况 所以可能准时喂药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也就是说血中浓度要控制的好 那不能说早上六点喂到下午三点又喂 然后中间又空了将近十四五个小时 其实都是不对的 对通常不太好啦 好那我再有另外一个问题 常常会有一些主人他会觉得说 吃了药以后呢 他几乎这样子两三个月都没有看他发作过 所以他觉得常常吃药也不好 这样对他会有一些困 就都造成一些伤害 所以呢他讲说那我就自己停药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说原本是一天吃两次的 他觉得现在控制的还不错 他自己就把它改成一天一次 行为你这样子的行为是在 以一个控制癫痫这样的观点来讲 您觉得有什么建议 通常当然还是不建议 因为如果真的想要减药的话 我们一些就是研究上面显示 可能就是半年到一年都没有发作以后 我们再来考虑这件事情 那也有可能就是说 我再把它变成一天两次变成一天一次 或者是说我直接停掉 他虽然不会马上发作 可是他有可能会过一阵子 他的发作会比之前都要来的厉害 因为前面我都已经把这些发作 很努力的把它压制下来了 所以这个很严重的发作 它是有可能会出现像是我刚刚讲的 癫痫的重击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他如果抽筋的时间 大于五分钟 他其实是有可能出现像是热衰竭的症状 比如说会有恒文肌溶解啊 或者是说像是 有点像中暑很严重那样子 高体温那样子的状况 甚至是有可能会死亡的 所以我还是不建议说 任意把药停掉这件事情啦 OK 在您这样子的工作的这段时间里面 在你印象里面最常给这个您的患者 就是吃到口服药吃到几年的 其实 因为当然说我职业还没有真的到十几年 非常年轻的一位 但是就是在一些研究上面的经验 甚至是说我周遭的医师他养的动物 他们真的有一些甚至可以活到十几年都是有的 所以其实在好好控制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原发性的电线 尤其在猫咪 他们是有机会达到吃了抗电线药就完全不发作的状态 所以其实好好吃药 拿定时监测他的身体的状况 其实都还是有很不错的生活品质 跟可以活得蛮久的 是 OK 但接下来我想再问另外一个项目的问题 就是说 那癫痫那个发作的当下 因为大家都会 哇 尤其是第一次发生的 他会吓到 那一般的主人说 哇 他怎么了 因为甚至有些人说 他是不是中间 就被惊吓到了 然后又要去收惊 或干什么 那通常在第一时间发生到这样子一个碰到这样的症状 那你有什么建议 让这个主人该怎么样来处理 其实如果真的第一次看到发作 那他们很常会在晚上的时候发作 就是医院都关门的时候 所以我还是建议是说 蛮重要的是就是直接带他去急诊处理这个状况 因为你其实不确定他会抽筋抽多久 那如果抽的时间过长 他其实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脑部 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后遗症发生 那所以我第一个还是建议是要带到急诊处理 就赶快送医 对不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就是让他不要就是撞到周围的东西啊 还有就是安抚他 这些当然都是可以做的 但最重要的是还是是要带他去急诊处理这件事 那当然在一些癫症长期控制的病患 会给市主一些备用的药物 他们就从可以从肛门给他一些让他癫症停止的塞剂 那这些都有助于他们在家里可以紧急处理动物癫症的状况 OK 在我我们自己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有一只狗狗 他只要是很兴奋 就说他平常当然吃这个吃药啊什么控制都还蛮不错的 可是一旦就说他们家比方说有访客 或者比方说有庙会的拜拜 有放鞭炮过年过节 然后他只要很兴奋的这样子 或者有朋友来家里玩 结果他第二天第三天开始就会发作这样的癫症 那我想请问一下陈医师就是说 是否对于这种环境的变化 或是这种兴奋心情的影响也会造成癫症吗 的确是有可能的 因为其实压力的来源是造成癫症发作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因子 这其实在人的研究上面都有显示 甚至是人他们其实都有建议是可以做一下 像是瑜伽或者是放松肌肉的疗程 都可以有助于减轻癫症发作的频率 那所以如果说套用到动物身上 他们其实是还是蛮有机会是在这些压力增加的时候 他会比较容易出现发作的状况 那我通常还是会建议四祖 尽量让他情绪缓和其实会是比较好的 那尽量就是家里环境上面不要太剧烈的变化 会比较好 那另外就是说有时候真的的确是在 蛮常见于在气温的变化上面 会有一些些动物会比较容易出现发作的状况 尤其是有比较热的天气变到比较冷的天气 那我就会建议就保温上面 可能还是麻烦做好一些些这样子 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的经验里面 有没有因为癫痫发作而造成致命的这种不幸的事件 其实还是是有一些病例有这样的状况 尤其是真的在一个很严重的抽筋 就是他我刚刚讲的是抽筋 他超过五分钟 甚至有一些他们是就是抽筋停了之后 意识没有恢复到正常 又再继续下一个抽筋 就是一直连续的发作 这些都是有可能会造成死亡的状况发生 他们其实是有可能出现像是溶血啊 或者是说身体已经全身血管都坏掉啊 这样子的状况 那其实要挽回他的性命就变得很困难 所以真的是好好吃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说真的我们不能就等闲适之了 就说癫痫啊 没关系抽一抽结束就算了 其实有的时候他一旦这样子持续 一直超过五分钟以上 会造成一些系统性的伤害 会造成一些无法挽救的一个结果 那我想说在这个节目 这个待会儿的广告之前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像你讲的 有的时候他发作的时间在晚上 那有时候甚至于可能是在我们白天 上班也好上学也好 家里都没有人 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判断 我们家的毛孩子 除了装监视器啦 或远端来监控之外 有什么一些蛛丝马鸡 可以让我们看得出来 狗狗他或是猫咪 他在白天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曾经发过的癫痫 当然监视器是刚刚杨医师提到的 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因为其实还蛮多次 现在监视器真的是科技很发达 要装是很简单的 那如果没有办法装的话 其实因为癫痫其实很常会伴随流口水 或者是分尿失禁的状况 所以其实有的施主会回家发现他 有尿在不该尿的地方 或者是地上有口水的状况 他就会觉得 他可能其实已经有发作过了 或者是说回家 他可能躲在某个地方 或者是他叫他 他对他平常的反应不太一样 都说不像平常出来迎接我们 什么的 那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 是不是有一个癫痫后期 或者是是不是曾经发作过一个癫痫的 事件的一个方法 对所以我想说在这个广告之前 那你觉得如果说自己家里的宠物猫孩子 真的不幸得得到癫痫症 那你有什么一个最好的一个忠告 或者说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就都可能跟他建议的 因为其实癫痫真的 他是一个有机会可以让他非常稳定的一个疾病 那甚至有一些像是如果是狗狗发作的话 他可能甚至一天只要吃一次药就好了 是有可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还是非常建议就是真的看到 不幸看到有癫痫发作的的事主 还是带你们家的宝贝 还是要去医院救诊 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是真的不要逃避 其实癫痫是可以控制的 是可以加以就是说治疗的 可能maybe他必须要长期的服药 但是呢也能够维持他非常好的生活品质 让他好好成为我们家里面的一份子 OK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uncod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维抗动物医院 一般外科与神经科的医师 陈湘如陈医师 陈医师我想再请问 刚刚我们在脸书上有观众朋友所留言的 就说常常发生癫痫的动物 狗或猫咪 对他肌肉的能力 比方说他的张力 或甚至于肌肉的形状 是否会有一些影响 您的回答呢 那一般来讲就是真的 你可能如果是一个癫痫发作完之后 有一些动物是会看起来 是走路是比较无力的 可能就真的会有一些影响 不过大部分如果真的是跟原发性 也就是说我们不明原因性的癫痫的病患 他其实是过了一阵子 他就会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了 那比较麻烦的是说 如果他真的是脑部里面有一个问题的话 不管是肿瘤 或者是说有脑炎 或者是别的问题 那他就真的会有可能造成一些 无力的状况发生 OK 像您刚刚讲的那只 您所看的那只猫 就是脑的结构上面有一些问题的 那只猫咪他的肌肉生长得如何 就是蛮正常的 就是蛮正常的 所以也就是说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应该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通常癫痫影响的区域 还是以大脑为主 那大脑在动物上面 他们对运动功能的调节上面 是占比较小的一部分 所以他可能影响上面 比较没有那么大 好 其实我接下来讲 再问一些比较进阶的问题 就是我们一般在做 这个癫痫的诊断 刚刚你也提到 就是我们可能要做一些 像这个抽血 或者说这个记录 他发病的一个病程 或者说他发病的时候的一些状态 来提供我们这个家庭医师 来做一个判断 是否为癫痫 或者说其他方面的问题 那是否还有一些什么 更进阶的检查 好 那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那一般诊断 就是我们要排除脑部的问题 就是不管 如果他真的是原发性癫痫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步 就是得要来看说 是不是脑部里面真的有问题 那其实最建议做的检查 还是是以核磁共振为主 也就是所谓的MRI 那他的缺点 他的优点当然就是说 他看脑部里面的组织的细节 他其实是能力非常优秀的 但他的缺点就在于是说 他的麻醉时间可能相对会比较长 因为动物没办法像我们人一样 可以乖乖躺在机器 呼气吸气对不对 他只要稍微动一下 影像就会变得很呼 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 还是要麻醉的状态之下 去做这个检查 会比较好 那在这个一般在断层 CT或是这个核子共振 MRI 这两个的这个取舍之间呢 依照您这样子 神经专科医师的这个角度来说 那电脑断层的话 因为其实在看 就是脑部的软组织的结构 他是能力比较差的 因为他外面其实有一层头骨 把它包在里面 那如果看一些大的问题 可能可以 比如说他有很严重的水脑 或者是有很大的肿瘤 可能我们是看得到 可是如果他的位置是长在 比如说脑干或是小脑 那周围的骨头 其实长得更复杂一些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 就是会挡到 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 有一个很好的 确诊 诊断 对的确有可能 他最后还是得要去做到 核磁共振的检查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要做核磁共振的检查 从麻醉一直到检查结束 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核磁共振的话 一般来说 麻醉的时间有可能要到两个小时 那么久 两个小时 因为通常还会合并有 像是脑脊髓液的检查 因为可能会需要采这个脑脑脊髓液 就是在脑跟脊髓外面有个空间 他里面有一些液体在里头 那可以帮助我们去诊断说 他比较像是哪一种问题的一个检验 这样子 那所以合在一起 他通常会合在一起做 所以时间会稍微比较长一些些 是 OK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 我还有这个问题也常被问到的 像我们在一般门诊的时候 不管是 他有癫痫的发作的史 就是说曾经他 可能甚至还在服药 可是他又必须做一些外科的手术 比方说可能是肿瘤 比方说可能是叠伤了 或要缝合伤口等等 在癫痫的这个狗跟猫咪来讲的话 在麻醉上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小心 或者会不会诱发更严重的反应 或者说甚至于会有生命的危险 主要来讲 癫痫的病患如果真的需要手术 通常会建议癫痫在控制比较稳定的状况之下再去做 就是频率可能很低的时候再去做会比较好 那一般来讲 在做手术之前通常要进食 但是他们的抗电前药其实还是要吃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进食还是要进食 可是他的抗电前药还是要在原本的时间来服用 那再来麻醉上面当然就真的要蛮小心的 他们要小心有缺氧的问题 就是因为有任何的缺氧可能都会造成脑部本来已经有问题的地方 问题会变得更严重 就是脑部已经很脆弱了 如果说再缺氧再怎么样的话会更那个 对所以就是麻醉要蛮小心的麻醉前可能要就是持续给养一段时间 那另外就是麻醉中的血压的维持 还有像是跟ETCO2的一些监测其实都蛮重要的 是 OK所以也就是说有癫痫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病史的话 所以在做任何的一些不管是麻药也好 或者气体麻醉插管也好等等 都要格外特别的小心 可能就必须要跟这个医师做充分的讨论 其实避免一些那种危险出来 其实大部分的病患只要麻醉上面够稳定 然后他在麻醉前其实癫痫状况是OK的 其实大部分病患麻醉完真的还是是 不会有真的一直发作的状况发生 但是在事前必须跟事处有良好的沟通 因为还是有这些可能性会发生 OK 向如我想说在最后的这个一两两分钟的时间里面 我想能不能做综合的一个一个总结也好 或者小叮咛也好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如果我们家的毛孩真的有癫痫的症状 要注意哪些事情跟重点 那真的家里如果第一次真的有癫痫的状况发生 第一个我就建议就是赶快再去记诊处理 那第二个就是说他真的要做一个很完整的身体的检查 来看说他身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如果身体有一些内科的问题 我们可以可以先可能可以先处理内科的问题 那如果说他这些问题都排除掉了 那你可以考虑看看要不要做像是核磁共振 就更进阶的检查 那当然如果真的年纪很大 那我就会建议是说依照他的频率来决定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扣服抗癫痫药 那抗癫痫药的给予就是必须稳定而持续的给予 那就是要好好的按时的喂药 那其实好好的喂药我们跟这个动物的相处都还是可以 很有生活品质的相处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我的建议大概是这个样子 其实陈医师从头到尾我就听到一件事情就是 要维持血中的浓度 让他不要有这样的暴起暴落 也就是说稳定12个小时喂药一次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说使用的药物是以就是Phenobabitole的 OK好今天非常感谢维康动物医院的外哥跟神经科医师 陈湘如陈医师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猫咪跟狗狗在癫痫方面该注意的事情 感谢维康动物医院